就是今天的这个寒气签净味饮料 妈妈看到它的时候 然后拿起来 拿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她看了一眼 这上面叫什么 营养成分表 她打开了之后 她就在那里念 哎呀 星儿 你看这个能量是零 蛋白质是零 脂肪是零 碳水化合物是零 膳食纤维也是零 那也是零 你说星儿 怎么那么多零呀 真吓人 大家能get到我的点吗 妈说的声音可想的 都没觉得 然后我和我哥就在那里 微微地在那笑 我们俩在笑的时候 其实妈妈 都不是很能明白 我们笑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小短腿 你不要听我哥胡说 我的腿一点都不短 谢谢七宝 我哥说我腿短 因为我屁股大 但真的不腿短 我的腿也不长 我的腿真不长 我哥 腿比较长 我哥 像两根筷子一样 又直又长又细 就那种 又直又长 就细的两根臀 你在说山东男生高之前 好像说了一句话 你别说话 我想了 哦 你说那个树人老猪黄 没有啊 我想起来 不是我说的 是大家说的 网友说的 大家说咱们家的圣诞树 有一点老了 大家说咱们家的圣诞树 有点掉色 就不够嫩 不够轻 你觉得呢 我觉得咱们家的圣诞树 颜色刚刚好 就是没有那么乍眼 就是我不喜欢 太乍眼的东西 因为它 太乍眼的东西 就太光鲜亮丽了 就大家都喜欢 就是这种 就这种老老的树 它比较有内 不对 这种褪色的树 褪色树 它就比较有内涵 然后 大家都发现不了它的优点 只有我能发现 然后 然后 别吃了 小胖子 怎么 你说我 你那种褪脸 对不起 我们不乖 短短短短短 牙太沉了 太沉了 你 你是放屁了 你就是我 没有 你就是不住 简单 怎么样 怎么样 快点 在一会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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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祝你啊 我摸一下 不行 拿一个粗蜜 我吃几个你拿走 不要不要不要 见歪了吧 就要俩想 就要俩想 俩就想 给你一个吧 谢谢 妈你看他 他不是这种 我 他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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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觉得我虐待他 我根本就没有虐待他 是他因为他喜欢吃下面的草莓根 然后他不喜欢吃上面的 我每次都是把上面咬掉才给他 吃过 有时候我不想吃上面的 然后他就可以吃 因为我也不可能每次都帮他咬上面吧 他虽然不喜欢吃上面 我也不能每次都帮他咬 就是有时候其实宠老公是很辛苦的 就是有时候其实宠老公是很辛苦的 我发现我跳的真的可好 我先学会了几个舞步 就特别简单 但是跳起来可好看了 我当时在后面跳的时候 有好多人都转头在看我跳 跳平啊 压名你是猪 都知道你是猪 张张张 I am your father ok 张张 I am your father 他没有看直播 大家放心吧 他可能刚刚就飘了一下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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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刚刚我是在和大家打赌 我们在闹着玩呢 你看你家宝贝的头发 好看吗 他都为你留起了长发 这种小事你还能生他的气吗 就我告诉大家恋爱想不想着 就是当你很想你的先生的时候 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告诉他你很想他 但是你一定要 就是时时刻刻的都要让他担心你 你要让就是他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说啊我好想你啊 他走的时候你可以说啊我好想你啊 但是在这期间 你一定不可以让他感觉到你想他了 就是有两方面吧 第一 他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和思考空间 第二 你要让他在独立和思考的这个时间段里去想你 担心你啊 我家宝宝在干嘛呢 他会不会喝水枪到呀 我家宝宝在干嘛呢 他会不会穿袜子把自己脚脖子给崴了呀 你家宝宝在干嘛呢 他会不会穿卫衣的时候把头给拧掉 你就需要让自己的先生对你是有这种担心的明白吗 他们才会激发他们的保护欲和控制欲 不说了 我们家里的那个肾上头是可以360度旋转 如果他360度旋转完之后没有在家里发现我 然后他就可能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在健身房的时候 谢谢同仁 我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不对 我今天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又拧不开那个杯子了 我说哥 我又拧开那个杯子了 你帮我拧一下 然后他就 他拧不开你知道吗 他居然拧不开 我当时想 这怎么办 你说我要是帮他把这个杯子抢过来 你说我要把这个瓶子抢过来拧 我哥会不会很没有面子 你说我要是不帮他拧吧 他也拧不开呀 那杯子拧了这么紧 你不知道我当时给我截的 然后我说哥 我说那我现在不想喝了 我们等一会儿再拧吧 然后我把杯子拿过来 我把杯子拿过来 然后我就 拧开之后 然后我就 我把杯子拧开了 拧开之后 然后我就重新拧上 这一次重新拧上 我就拧得轻了一下 然后我说 哥我拧 我说哥我现在想喝水了 你帮我打开吧 然后你帮我打开 然后 打开了 我说可能刚刚因为你健身 手上出汗了 所以打不开 我说你要擦他手上的汗 他能打开 然后他 他就打开 就任何时候 尤其是在外面的时候 要给自己的先生留面子 而且这种事情 你不能自己打开 你自己真的就把它打开 你要给自己的男人 你要给自己的先生 养成这种习惯 让他帮你 起瓶盖的这种习惯 帮你开门的习惯 因为这种 因为人其实和 就是一种高级动物 就是他会有那种惯性思维 然后21天习惯养成 就男人的很多 暖性的小细节 其实都是靠你自己 慢慢 平时把它训练出来的 你像那种与生俱来的 就会这些暖性小细节的男生 根本就不存在 要不然他就是受过很多的情伤 要不然就是 就是情场老手 正常的那些土质男粗大条 他怎么可能会注意到 这些女生的小心思小细节 都是需要你自己慢慢培养的 每天夸对方的那个习惯还在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不只是夸对方 大部分的时间 是他黑我 明白吗 是他黑我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我能说吗 我不知道我哥在不在飘瓶 这是我最近的恋爱妙招 和恋爱构思 你明白吗 因为我会时时刻刻观察 自己先生的 他的这一段时间的 就是性格 一家猪猪有零花钱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零花钱 那个说我哥没有零花钱的 你们在造谣 안녕하세요 谁要满天 那时候我哥没有零花钱你就在造谣 我先兴平时对自己的先生是最大方的了 我哥想买什么想想用什么都随便买 然后他每个月有固定的零花钱是250块钱 然后他还有自己的私人花呗 私人花呗可以随便的刷随便的买随便的用 然后每个月我帮他还花呗就好了 虽然我可能会虽然我可能每天会看看他的花呗花了什么 但是那个花呗是不是是不是就像那个叫什么金卡 那个花呗就像金卡 我哥他就说了 他说媳妇 我每天在用花呗付款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是什么感觉 他说有一种被富婆包养的感觉 就是这个花呗吧 他有限额 他说你不是那种超级无敌大富婆 要不然我刷的这个支付宝是没有限额的 支付宝归支付宝 就是以前花呗我都在关了 不让他用 但是现在一想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的应急情况 还是需要用多少钱的 所以支付宝就给他开开了 然后所以他那250块钱零花钱 也确实最近都没了 他也不要了 因为他确实用不到 身上不用装钱 就带着花呗就可以了 随时想买什么 他都可以付款 然后他买了这个东西 他晚上会回来告诉我一声 媳妇我今天买这个了 他说你看一下花呗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零花钱 有 那花呗不算零花钱吗 他现在卖啥都可以买 他回来了自己要报备的 又不是我问他 我都从来不会问他 今天买什么 只是他会告诉我一声 没有没有我哥很舒服 他现在在写作业 他在做BBT 这缓解了 因为洗面奶 它的清洁力 不是说你放在脸上 它就清洁了 肯定不是这样的 洗脸一定要靠你的手 你要很认真的 用你的手去洗干净 你皮肤的每一寸肌肤 清洗 今天我们不是这个饮料吗 然后我们的妈妈就在那里看那个成分表 然后发现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地方写的特别有意思 能量零 蛋白质零 脂肪零 饱和脂肪零 碳水化合物零 糖零 膳食纤维零 钠零 然后就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零 咱妈说的啥来着 吓死了那么多零 他说既然都是零 还写成分了吧 怎么那么多零 笑死了 然后拿过来看还真是 既然你的成分都是0% 那你还写干嘛呢 浪费 浪费打印纸 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零 我感觉它只含水 它的配料是天然矿泉水 二氧化碳和香料 扩泉水加二氧化碳 能含什么能量和脂肪 笑死 你今天就很不要脸 咱们在健身房的时候 你做那个仪器的时候 你说啥来着 你说烦死了 对我们这种 对我们这种必个的 一点都不友好 这种仪器 就是完了一做 很个人 真的 他真的很个人 然后我下意识就在想 怪不得受健身扬尾了 可能他们都不可 真死 开玩笑 大家不会当真吧 开玩笑 开玩笑 可是我的姿势不标准 是我的错 正常防战就是 快来快来 想我了 大家想你 是不是想我了 是不是想我了 你一会儿进播了 臭当当 一会儿进播了 那我走了 不行 你的脸怎么摆到发光 想得人家很尴尬 来吧 我答应大家了 我不自信 等一等 又是进播了 你还是 就只露个嘴就好 这样 你这样 然后往我里面靠一点 我看一下我这样漂亮 我这样漂亮 你还真是一文福利 你折磨我 那种努力怎么超二百万吧 赢 你玩意再倒 我掐你了 哎呀 那那我一脸卤魏娇 明天 明天如果我们拍那个 那个夫妻身份大挑战的时候 我 我 你就要这样 撒个娇给大家看一下 一 二 我是从三开始数的 三 你要干嘛呀 我不知道 三 不行 你总要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为什么要倒计起来 我不管 三 乖 乖 去玩去吧 去写作业去吧 去吧去吧我要下播了 你要下播了 嗯 这才几点啊